慶恩 相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年部旺 各位台中朋友 我是五金法發哥 朱元璋 他本來是出自一個非常窮的家族 非常窮的農民 小時候 他是他父母親的第四個孩子 所以他應該叫做朱老四 但是在他們朱家 周邊的叔叔伯伯這樣堂兄堂弟排起來 他排第八位 就是兄弟姊妹之間 他是第八個年齡的 所以他 人家講朱元璋 他正式的名字是很難聽的 叫朱重八 朱重八就是排名第八 所以叫朱重八 那麼朱重八 因為在這個革命軍裡面 他雖然是很後面才參加郭子欣的部隊 但是呢 非常豪氣 結拜哥兄弟 尤其是從鳳陽縣帶出來的兄弟呢 後來他打下天下以後 被稱為叫懷西二十四將 二十四個家底呢 第一個 你念明朝歷史就知道叫徐達 還有個鄭裕村 後來改名叫常裕村 這些呢 就是懷西二十四將 就是替他打天下的家底 那麼突然替他打天下 為了讓這個朱元璋很快的成名呢 他用的方法 這個和韓市長差不多了 就知道很多神話 你知道他做的神話到什麼程度嗎 他說呢 朱元璋啊 他媽媽懷他的時候不簡單啊 天生就要當皇帝的 因為他媽媽懷他的時候呢 夢見了一個神仙啊 給了他一個藥丸 放在手掌上啊 看給他金光閃閃的這個藥丸 然後呢 他媽媽在夢裡面把這個藥丸吞下去呢 滿口都芳香 然後他朱元璋出生的時候呢 紅公恥丫 和媽都出生一樣啊 他出生的時候 整個房間都是光芒 然後那個光芒啊 從他家的屋頂啊 直燒到天上 左右的鄰居村莊裡面的人 晚上看到他家啦 以為他家發生火災啦 整個都重來要救火耶 去到他家沒有怎麼樣啊 還沒啊 好好啊 然後才知道他媽媽生了一個孩子 所以那個晚上 整個紅光燦爛啊 照到天空裡面 就在聖經裡面寫的那個 耶穌誕生差不多了 耶穌誕生在馬房裡面 但是東方的聖者發現天上出現了大衛之心啊 然後呢 一直追蹤著大衛之心 然後來到馬房看到耶穌 今天耶穌的那個 到了聖誕節 都會擺這個馬房的這個故事嘛 再掛一個大衛之心嘛 所以每一次看到這些偉大的人的出生啊 花哥就覺得很慚愧啊 我出生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紅光萬丈 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也沒有滿是生香也沒有啊 花哥出生的時候是男產出生的 硬被都拖出來啊 拖出來 打屁股 打了一分多鐘才叫起來 差點小一點 也沒有滿是生香啊 啊 都放牛 放曬的味道啊 炒到死了 所以我知道呢 我不是偉人 我是個很普通的 啊 跟母豬生的小豬仔一樣 這樣出生的啊 那紅茶都出生都不一樣啊 現在你可以去問問現在 這個參選的這些所有這些人 大概都是天上什麼新出世的 他們出生大概滿是生香 金光閃閃的 這不只是這樣 造他的那個出生的神話喔 他連去當和尚的時候 他也製造神話 他到廟裡面當和尚 十六歲耶 他就為了吃飯去做火燒的啊 啊 頭上又長得拉粒頭啊 留長頭髮不方便啊 留長頭髮到底吵啊 又把頭髮裡光光啊 裡光頭啊 啊 但是呢 廟裡面呢 住室看不起他啊 他是為了躲災坊來到這裡吃飯 哪裡不知道呢 就讓他去打工啊 啊 很笨大啊 主委員長很笨大啊 人家在廟裡面大家都在擦地板 洗地板或者是掃地幹嘛 啊 就只有他偏偏老是在偷懶 藏在廟裡面一個角落裡面睡覺啊 結果那個住室很生氣啊 想要把他趕出去啊 結果呢 聽說在廟的角落裡面 主委員長用這個筆呢 寫了兩對詩啊 讓這個廟裡面的這個 住室看了以後嚇了一大跳 這個人啊 你看他寫的詩呢 氣勢萬千啊 將來絕對是不得了的人啊 就不敢動他啊 讓他在廟裡面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兩首詩 我跟你講 朱元璋寫的兩首詩 真的到後來這個 朝廷的死官寫朱元璋的傳記的時候 還真的把這個詩留下來 花歌還真的念過呢 這兩首詩是寫什麼 第一首他寫說呢 天為羅藏地為坦啊 日月星辰伴我眠啊 夜晚不敢藏身腳 孔踏山河設計穿啊 這不得了啊 這個氣勢啊 你說什麼呢 天啊 天這麼大 天這麼大 沒所謂的 我的蚊帳一樣而已 地呢 我睡覺的時候 大地就是我的床鋪啦 就是我的毯子啦 我睡覺的時候 日月星辰都伴著我睡覺 我未晚睡覺的時候 我還不敢把腳隨便伸出去呢 為什麼不敢把腳伸出去呢 我怕我的腳伸出去 踏破了河山設計啊 哇 這個霸氣十足啊 另外一首是什麼呢 他寫這個菊花 你知道菊花是冬天才開放 菊花到了蠟月 蠟月就是十二月嘛 才開花嘛 那麼在中國的北方 或者是溫帶 淮南淮西以上啊 江蘇以上啊 菊花是在十二月蠟月才開花 他開花的時候 你要知道 從江蘇以上啊 冬天下雪啊 其他的花都在秋天的時候飆穴 只有菊花 自己稱霸天下 展出金黃色的這個花瓣 你知道寫菊花 他寫的詩呢 真的嚇死人 他寫菊花怎麼寫呢 百花花時我不花 我若花時都下沙 要與西風戰一場 片身穿進黃金甲 哇 寫菊花那種豪氣你看看 百花開的時候我不開啊 我若開花的時候呢 所有的百花下都下的凋謝了 我要和西風啊 冬天的西風啊 好好的打一場仗啊 我這菊花滿身的金黃色呢 好像我穿了一身的戰甲 金黃色的戰甲 你看這個氣勢到這種程度啊 所以很多英雄人物 後來留下來的詩詞 好像是真的他寫的 那但是呢 事實上是後面的人宣傳隊啊 宣傳隊替他寫的啦 你譬如說太平天國的這有名的這個 這個益王 這石打開 石打開也留下很多這個名師啊 那個他的 而且石打開是客家人 所以寫的詩詠客家人念才 啊 才能夠念出他的味道啊 他說呢 我四孽童 正漢滿田賢童 白有孽子 白有孽子 化住斑撇拱山啊 什麼意思啊 我以前啊 在祠堂裡面的南方人啊 沒有廁所啊 在祠堂上面啊 搭一個竹橋在上面 大便啊 那大便下去呢 噗通浴身啊 吊到祠堂裡面啊 祠堂裡面倒映的那個 滿天的星塵啊 都震動啊 那完了以後呢 我尿尿尿在牆壁上啊 我的尿尿尿到牆壁上啊 整個就化下了 整個我將來要打的半壁的江山啊 這些都是豪雄啊 那這些詩還真的留下來 像朱元璋的這個 還有他當皇帝 還有人把他寫他的傳記呢 還把這兩首詩附上去 說真的是朱元璋寫的 啊真的嗎 沒有人知道 反正這些詩啊 這些出生的傳說呢 都是為了造神用的 一樣啊 發哥將來如果能夠打出天下 我也說我半瓶礦泉水 我就打下天下啊 吹牛誰不會啊 當然是就有一批人 就給他起哄啊 替他造神啊 問題在哪裡 在民主時代 人家稱你為神 你就坦然接下來了 這對嗎 你最起碼要表現出你的謙虛呢 你不要再叫我神啊 我是今天講講的 皇帝沒有講到而已 你就稱我神啊 我講好幾次都沒有講準啊 我說皇帝不來 一邊講到而已 你稱我神啊 那後來好幾次 你都不會來 他就來了啊 人家叫你神明 你就坦然接受 這是一個民主人物 應該有的素養嗎 應該有的謙虛嗎 所以朱元璋這個字也是這樣 他認為說呢 要勸勸你們啊 你要追隨一個英明的人 是可以的 你要追隨一個人 覺得這個人不錯 品性不錯 知識不錯 魄力不錯 見解也不錯 你當然要追隨這樣的人 當大哥呢 但是呢 這個歷史學家告訴你說 你千萬不要把大哥捧上天去啊 捧上天以後 他就無法無天啊 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 那朱元璋剛開始開頭的時候 因為沒有什麼兵將啊 他也會故意去做 做得很漂亮啊 你知道歷史上做得最漂亮 最會假裝做得像聖人一樣 做得最成功的 我告訴你 不是王嗎 做得最漂亮的 做得最漂亮的 裝得最漂亮的 也不是朱元璋 還有一個人才恐怖 這個人叫隋陽帝 你知道隋陽帝楊廣 他當太子 當皇帝 當這個 他開始的 還不是太子呢 你知道他有多 多謙遜嗎 動不動就要講這個 這個 遙順 自比遙順 然後在他爸爸面前 媽媽面前 乖得不得了 本來不是要立他當太子的 後來太子出世了 才找到 楊廣 來當太子 隋陽帝當太子 隋陽帝 這些兄弟 當親王的時候 這些太子 他的兄弟裡面 全部都是 公女啊 後輝啊 娶了一大堆 只有楊廣 故意表現的 娶一個太太 對他非常的忠心 非常的愛戴太太 對他媽媽 每天都去和他媽媽 上朝拜後 他爸爸生病的時候 隨文帝生病的時候 他就親自下去 服湯藥給他爸爸 所以隨文帝和他的 隨文帝的皇后呢 愛這個 隨陽帝 愛得不得了 所以等到有一天 要選太子 把他原來的太子 沒沒用 淡掉一拗 隨陽帝就被選為太子 當太子的時候 他爸爸還很乖 還在他面前 還乖得不得了 其實那個時候 他已經晚上三更半夜 到酒店裡面喝酒了 天天都去喝酒了 但是沒有人看得出來 等到後來他爸爸生病下去 倒下去 天下有點紛亂了 他媽媽當然就 極力的推薦隨陽帝 隨陽帝眼看著 裝了半輩子 假裝聖人裝了半輩子 好不容易等到 有機會登上皇位 但是看到爸爸 躺在床上 隨文帝 躺了那麼久都不死 他實在受不了 最後去放毒藥 把他爸爸毒死了 順便把他媽媽 也用名義弄死了 他不只把父母都弄死了 把兄弟統統殺光光 殺到剩下一個 然後一登上皇帝的位置 隨陽帝 開始恢復本來的面目 殘暴不仁 豪奢不停 還開運河 什麼對自己旁邊對他有功的人 或者是他以前還沒有當太子以前 對他不禮貌的人 通通殺光光 這就是隨陽帝 他如果不當總統 如果不當皇帝的話 人家看不出來他真面目 你知道嗎 朱元璋也是一樣啊 只是朱元璋雖然已殺掉不少工程啊 但是他最後自己還 在女色方面還有所節制 不像隨陽帝這樣亂搞 其他的都一樣啊 但是他還沒有發達以前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朱元璋最喜歡念歷史書啊 丙花哥還喜歡念歷史書 念完以後還會故意 引用歷史的一些故事啊 讓人家覺得他呢 很有學問 很有這個像 像姚順一樣的偉大知道歷史的教訓 但是朱元璋做這些事情是有目的的 他為什麼有目的 他認為這些錯文人啊 這些什麼舉人秀才 這些錯文人啊 雖然是沒有力量 雖然也不是很有財富啊 不是很有錢也不是很有力量 但是他們有一支筆啊 如果現在剛要建立江山 沒有他們幫我忙 現在當然 這個時代又已經有臉書了 有電視的 有廣播了 聽到吹噓了 當時 明朝的時候不必啊 要文人有一支筆啊 這些文人雖然沒什麼小路用啊 但是他拿一支筆 可以講人好講人壞啊 那我為什麼要得罪他呢 我當然不要得罪他啊 我希望他們把我寫得像聖人一樣啊 所以朱元璋呢 故意把歷史念得很熟 而且對所有的文人都非常理喻 理喻到什麼程度 理喻到呢 他碰到的一個高人 他一見到他呢 非常的佩服 我看他談了一段話 非常佩服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鼎鼎大名 叫做劉基 基地的基 基隆的基 劉基是誰 劉基你可能一下來想不起來 劉基就是老撇文啊 劉伯文啊 老撇文啊 不是我們現在不是 常常在民間動不動 現在連電視都在推廣迷信 要不然就講這個推背圖啦 要不然就講這個 什麼燒餅歌啦 這些東西都是 就是劉伯文的所謂推背圖啦 這些東西來講出來的 或者是燒餅歌 有一次他在吃燒餅的時候 突然朱元璋進來 他趕快用碗把它蓋在 把燒餅蓋在碗底下 朱元璋在吃燒餅 不是劉伯文吃燒餅 朱元璋在吃燒餅的時候 看到劉伯文進來 就把用碗把它蓋在碗底下 要他猜說 你猜猜一個碗底下 到底是什麼 那到底燒餅歌怎麼來 有勞沒有 是我的 不然 就不用了 我們 是